國務大臣 我先請那個 所有的高檢署檢查長跟地檢署檢查長通通上來 所有的高檢署檢查長跟各地的地檢署檢查長嗎 好,抱歉 那全部嗎 對,全部 好,那麻煩請到備勳台 慢慢來,沒關係 高檢署,麻煩大家一下 那可能就稍微 好,麻煩一下,麻煩一下 大概就排兩三排,會有些站前面一點,沒關係啊,來 站前面一點好了,這樣發言,如果要發言隨時 我會問大家有意見可以表達 麻煩一下各位 請教各位檢查長 同不同意 會不會 會不會 將魏貞傑的案件 其中的監聽一文,通聯記錄,筆錄內容,偵辦方向,偵查程序 向你的長官,保護部長 行政院長或總統報告 會的請舉手 假如你們手上有一些偵辦的案件 會不會像保護部長報告 相關的包括監聽一文,通聯,筆錄內容跟偵辦的程序 會不會,分辦計劃會不會 都不會 都不會 請舉手 會的請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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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假如大家都不會的話 那我再請教第二個問題 請問各位檢查長 你同不同意 你的同仁,假如有魏貞傑的案件 其中的監聽一文,通聯記錄,筆錄內容跟偵查程序 去越過你的層級 向保護部長報告 你同不同意 或者是跟總統 或者是跟行政院長報告 同不同意 大家同不同意 我再問一次 你們同不同意 你們不同意就是代表你們反對喔 我再問一次 假如你們不同意,就代表你們反對 將這些內容 向你的行政指導長官 包括保護部長 跟行政院長總統報告 好,各位請回 這個請檢查總長 請總長 這個總長 你的部署 都不同意你的做法 對不對 你在8月31號 在起書書 記者會裡面的第三,第三頁裡面就講了 包括 柯建民跟王金平的監聽一文 通聯記錄 偵辦方向 你就是拿這些 所有的資料 你跟總統報告 今天所有的檢查總長 檢查長 包括高檢水檢查長 剛才委員沒有問清楚 剛才委員沒有問清楚 所以 總長 總長 現在是行政不法的 行政不法的證據 我剛問得很清楚 這一個,這個報告裡面講得非常 你就是將這些內容 我講得非常清楚 裡面包括行政不法 或沒有包括行政不法 我只問說 魏貞傑的案件 這些相關的內容可不可以有辦法 沒有人同意你的做法 你知道嗎 部長 總長 你的部長都不同意你的 你的部署都不同意你的這種做法 對不對 你還幹得下去嗎 你做了一個最壞的一個示範 所有的檢查總長 沒有人同意你的講法 對不對 你把監聽一文通聯記錄 筆錄內容 偵查程序 指示陽檢察官 撰寫相關報告 你就跟總統報告 沒有人同意 部長 你現在的處境 是眾叛清理 你怎麼領導這些檢察長 沒有人同意你在 八月三十一號 九月一號 跟九月四號 所作所為 沒有人同意 你怎麼幹檢察總長幹得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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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只是說 根據那個規定 注意事實上的規定 是要機關對機關 總長 不可以 我再把大家請上來 我再把大家請上來 再問一次 我剛剛就講得很清楚啊 魏貞傑的案件裡面 當然有一些 可能涉及行政部法 可能 本來就是原來的行政部法 所以我講得非常清楚 魏貞傑的案件 沒有人同意 他說總統是個人 應該向行政院報告 總長 情而以堪 總長 情而以堪 沒有一個部署替你講話 大家都不同意你的作法 那個起訴書說 可以報告 但是呢 要跟行政院報告 不可以向總統 你不要曲解法令 你不要曲解法 人家 因為你說行政部法 人家 這個 張檢察官 拿這個 在讀你 他一開始就認為 這個 刑事偵查案件本來就不能報告 講得非常清楚 還講說你專制復辟耶 你還在講 我再問你第二個問題 你自己想你今天把今天的場面你自己記住 你所有的下屬沒有人同意你的作法 我剛才講說起訴書也認為可以報告 但是要跟行政院報告 講得非常清楚不要跌倒黑白 這個你去法院講我不爭執啦 你去法院講 你什麼時候知道你被起訴 那天 十一天到 你看電視才知道嗎 看電視才知道 沒有人先跟你講 沒有沒有沒有 所以生命稿我也是衝衝慢慢寫寫到快一點 你有沒有去在這個案件在偵辦的過程裡面 你有沒有去了解關心整個案件的偵辦 都不可能 都沒有 沒有沒有沒有 你有沒有跟人討論 沒有沒有沒有 那你怎麼知道這個別檢起訴你是趨於壓力呢 你告訴我 你都沒有討論 內心的感受 你有沒有去關心 內心的感受 內心的感受 所以你說別檢有壓力是你內心的感受 是純粹你個人的預測對不對 你點頭是不是同意 不是我說內心的感受 內心的感受嘛 所以你是你的預測嘛 對不對 你也沒有關心 你也沒有去了解 你也不知道 對不對 那結果你說別檢去於壓力 總長你這個叫什麼你知道嗎 你這個叫不是憲總統於不義 你這個叫憲北檢於不義 你內心的感受 你就自意妄為做這種指控 北檢的檢察黨還在這裡 當場早上就反駁你的講法 對不對 內心的感受 你就可以發新聞稿 然後自意的這種 用這種攻擊司法獨立的這種 這種言論 做有壓力 北檢起訴是有壓力 然後這種壓力是你內心的心理壓力 總長這個我真的是沒有辦法接受 你這種講法 第三個問題我再問你 8月31號 你指示楊檢察官 撰寫專案報告 送交總統 其中裡面有偵查的議文 跟偵辦的一些方向 那這一個部分很顯然的 你帶進去的時候裡面 包括提到說9月31號要幹什麼 9月31號要幹什麼 這個部分 那你這個部分你叫楊檢察官寫 8點45分的時候 林秀濤剛結束偵訊 你9點半就到總統府裡面 偵訊完 鄭勝元檢察官馬上就告訴你說 裡面剛剛林秀濤講的什麼內容 包括監聽的議員 你馬上就跟總統報告 最重要的是說你給總統的那一份專案報告裡面 就特別提到一些未來的一個偵辦的一個方向 那很顯然的我這樣講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 你去報告的時候啊 你就還是那當時進去報告的時候 你的報告的內容 寫到說以後偵辦的方向 沒有錯吧 偵辦方向我跟總統講說 要考慮要給這四位當事人答辯 所以你進去報告的內容裡面就有 所以你進去報告的時候 其實當時還是在刑事偵查的階段嘛 我這樣講沒有錯嘛 沒有錯嘛 程序上還沒有完結是沒有錯的 程序上還沒有完結沒有錯 所以沒有錯嘛 但是這個報告的內容是行政不法 不是行政不法的資料 你的報告 你的報告 這個總長 你的報告裡面 我再唸一段馬英九跟周易寇的對話給你聽好不好 你有跟總統報告 你是拿著報告跟總統說明 對不對 沒有錯吧 我第一句話就跟總統講說 我今天報告的是行政不法 行事不法 我就不能報告 那你跟周易寇問馬英九 周就問他說 有報告您 他9月2號本來要預計 傳訊相關人等嗎 馬英九講什麼你知道嗎 馬總統講什麼 馬總統講說 他的報告有提到 好啦 好啦 總統有沒有看過報告 對 總統有沒有看過報告 除了報告有提到以外 我口頭上也有跟總統講說 陳議長應該給這四位答辯一下 總統有看到報告 是還是刑事偵查 因為你們的報告的內容 特別提到說 未來 未來還繼續 根據韓宋監察院審議跟 發交地方法院檢察署偵辦 你的報告內容有講這些 所以 簡單講 你8月31號跟總統報告的時候 事實上當時報告的內容總統也看到 看到說後續有偵查的計畫 那我請教啦 那9月2號的偵查計畫 那不是行事偵查的偵查計畫的約談行為嗎 那個是給當時的一個答辯 一個完成這個正當法律程序 你也沒有博論說 所以王院長說 我們怎麼可以跟他答辯 未審宣判 包括8月31號 他也是這樣指責我們嗎 馬總統知道你後續的偵查計畫 9月1號你那一個部分也沒有刪除 總統還是看到同樣的報告內容 只是改了一些措置 還是看到同樣的刑事偵查的偵辦計畫 還是看得到嘛 那個不是刑事偵查的計畫 是行政部法給他一個答辯的一個計畫而已 總長你約談王金平約談柯建民 對不對 在你的偵查的方向裡面 當時你指示洋檢察官寫的內容 全部都在這個新聞稿裡面 呈現的一清二楚 你後續的偵辦計畫 在第二點裡面 講的就非常 這是你後續的偵辦計畫 追查的一個方向 講的被當清楚 還有清查資金來源 那個資金是原來偵辦計畫所列的 後來根本就沒有做 總長 假如要做的話9月6號沒有辦法公告 我再問你一次 總長有沒有看到你報告所提的偵辦計畫 有沒有看到 我是有給他 但他有沒有看仔細我不太清楚 他有看到啊 對啊 總統有給他 但是他有沒有看仔細我不太清楚 問他說你有沒有看到這個月團計畫 他說他的報告內容有提到 所以總統有看到偵辦計畫 總統8月31有看到偵辦計畫 9月1號有看到偵辦計畫 9月1號總統還特別問你 他這個有沒有過程要件是不是符合 在問你什麼問題 他在問你什麼過程要件符合 通年紀錄要程序上要怎麼弄 他在問你過程的要件啊 他在問你過程的要件啊 我跟他解釋通年紀錄不用 通年紀錄在我們事發史上不是強制除非 你年紀大了你記性不好 不會不會 總統問你啊 總統問你到底這個案件怎麼樣 問你的問題就是說問你的過程要件怎麼樣 通年紀錄當然有問啦 他 他 結果你怎麼答他啦 我現在問你啦 他問你過程要件符不符合你怎麼答他 不是 他是問我說欸掉這個通年紀錄 所以 要程序上他不太了解 你說這個過程要件你沒有講 總統沒有問 當然他也當然會問說 這個官說證據夠不夠當然他會問 他有沒有講過程要件有沒有符合 有 不是不是我是說他當然也就是證據啊 有沒有對王近平院長監聽啊 他都問一些這些 我說都沒有 總長 對 你回去調你跟段一康委員的答詢 裡面其實你都講過 你們到八月三十一號 九月一號 總統還在跟你討論怎麼所謂的這個過程要件 你自己講的你就忘了 不是 是總統當然也問說欸這樣這個過程 有沒有 有沒有錄到王院長跟部長 我說沒有監聽他們就沒有錄到 沒有監聽他們 總統還問你說他有錄到誰跟誰啊 不是他有這樣問說 總統有問喔 不是 總統還問你監聽內容啊 不是監聽內容 有沒有錄到啊他不是在問你嗎 有沒有錄到啊你怎麼答 我說對王院長對政部長都沒有監聽 所以總統 只是照通言紀錄來佐證 總長你完蛋了 你完蛋了 我怎麼完蛋呢 你的總長 總統還問你監聽內容 沒有他 他問你 他問你 總統可以問你這種問題嗎 你們不是在行政部法 怎麼現在監聽內容都可以討論 總統還問這有錄到嗎 那有錄到嗎 不是 他說光憑這個王院長 王院長跟柯介明 那怎麼證明 怎麼證明 曾部長 總統還在詢問你監聽內容 沒有沒有 那只是沒有內容 沒有錄到而已 總統還是執法 這個話不能這樣強制把他解釋 我沒有這樣強制解釋 你們都去跟法院講 所以 總長 八月三十一號總統你離開以後 時間你講錯我都不跟你追究了 我沒有講錯我說我 你跟我說九點 我說我十點十分離開左右 你跟我說九點進去 九點打電話 沒有我說 我說我九點三十五分進去 你講錯話你要不要下台 我講錯什麼話 我講錯什麼話 你跟我說九點打電話 你打電話給總統 你講錯你要不要下台 我說將近九點的時候 我將近九點 不是 我將近九點 所以你的八點三十六是將近九點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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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八點三十六是跟秘書說 沒有沒有 總統也沒有空 後來總統跟我打電話是將近九點的時候 總長 總統一夜時間的時候是將近九點的時候 總長 我時間到了 我真的坦白講我真的是奉勸你 八月三十一號總統跟你還在討論案情 還在刑事偵查 然後馬上又把江跟羅又找進來 九月一號要把你叫進去 要叫說你把所有的詳細的這些補充資料再把它送來 通年的時間再把它統計 還有這個陳正分的內容 就全部來改錯字再送來 九月四還叫你去跟江一話報告 你到現在 你從剛剛我們進來看到 這個所有的檢察總長 總檢察長沒有人挺你 沒有人同意你的做法 沒有人會做更一樣的事情 你的總長還幹得下去嗎 我坦白講我真的想想 看你在這邊啊 我真的是真的是 覺得非常難過總長 我坦白講你假如說總長坐到這個位置 你不要說只有馬總統在挺你 我們這一個羅部長在挺你 你看你所帶領的我們 所有的檢察大軍 沒有人同意你的做法 你還在這邊 還在我們立國會 在接受質詢 我坦白講總長 我真的為你不止 我真的為你不止 你自己好好的考慮說 到底你的去留到底是什麼 你自己做決定 我坦白講 謝謝